水族駕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汪滋駕 又到了 竹水之旅的時間了 透過今天旅程 你會發現 原來水 是影響古文明 新衰貨幅的主要推手 水足跡 三个字有两个含义 一个是指水足跡 代表的是科学的数据 而另一个呢 是指人类足水而居的故事 看看历史 在我身后的五大古文明 全都是依水而居 如今全球暖化 加快了冰川消融的速度 被说以印度母亲的恒河 也受到迫及 不但引发了水灾风险 而且也影响了下游的居民 洪水可怕 但是干旱更可怕 透过影像我们可以看到 有些地方的居民 甚至要走上八个小时 才能取到水 不只路途遥远 其实水的重量 也是相当的惊人 哇 真的真的很重 想要知道更多水的可贵吗 我是翁子曼 我在水足跡特展 也期待在这里看到你哦 即日起至十月八号 松山文创园区 水足跡特展 欢迎免费参观